國防部後備指揮部日前拜會台鐵公司 討論軍運事宜 台鐵公司表示配合國防演訓 運輸需求正積極研議改進軍運方式及作為 強化軍運的效能 滿足國軍未來演訓的準備 以及各類運輸計畫目標 像是今年2月新購R200型裁電機車 即可完成測試 3月投入貨運 強大的馬力就可減少運輸時間 台鐵不只載客也協助國軍運輸裝備 日前國防部後備指揮部運輸處長李士傑 率團拜會台鐵公司 跟董事長杜薇 總經理馮輝生等人交換意見 演繹改進軍運方式及作為 滿足國軍未來演訓準備 以及各類的運輸計畫目標 雙方初步擬定年度的協調計畫 還有召集專案會議 加速推動進程 台鐵指出今年2月新購R200型的柴電機車 即可完成測試 在3月投入貨運 屆時就以強大的馬力 將可增加 貨列牽引頓數 縮減梯隊 減少運輸時間 另外未來國軍引進海馬斯多管火箭 台鐵平車也能夠運送 薇指出除了軍運方式改善 國軍也希望台鐵公司化之後 也能夠確保國防需求 不過此時共軍還是持續擾臺 國防部4號公布 爭貨共機7架次 共艦刺騷次 持續在臺海周邊活動 其中有一架次 共機逾越海峽中線之後 進入西南空域 最近僅距離俄蘭比六十海里 國軍運用任務基建 還有暗制飛彈系統 嚴密監控與應處 記者韓一謝啟文 台北報導 西南空域